火了半辈子也没想到 把红糖倒入牛奶中蒸一蒸 出锅就是楼下饭店 周周必点的招牌美食 一份要卖八十八 去晚了还不一定能吃到 其实做法和烧开水一样简单 碗中倒入八十克老红糖 一百四十克微牛奶 再来两个母鸡蛋 三克耐高糖酵母 三十克食用油 最后加入一袋麻辣糕鱼拌粉 我家里面常备这种麻辣糕鱼拌粉 Q弹软糯细腻有嚼劲 它是二十年的老品牌了 其他什么都不用放了 充分搅拌至无颗粒面糊 盖上保鲜膜饧发至两倍大 饧发好的面糊充分搅拌排一下气 蒸盘中刷上一层食用油 倒入饧发好的面糊 水开上锅 大火蒸个二十分钟 红糖麻辣糕就做好了 蓬松轩软不塌陷 满屋飘香 再用铲子轻轻的铲一下 就轻松脱模了 然后给它切成大大的小块 装入盘中即可开吃 KQ弹弹有嚼劲 松软香甜 比面包还好吃 加入了鸡蛋吃着更营养 学会这个做法 再也不用去外面买了 喜欢就收藏试做吧